觀眾朋友好 歡迎收看《環球看點》 今天是美東時間4月8號 星期一 這期給您帶來的新聞內容有 大北京地區進入美國部署的導彈射程內 火箭軍的實力原形畢露 美國官員透露 中共可能會開始接收被美國遣返的非法移民 江西發生重大車禍 導致3人遇難7人受傷 習近平恐懼有二新的官員 蔡奇說要提防高級紅和低級黑 美國法院對中國對蔣機巨頭發出全球封殺令 在節目開始之前還是先拜託您點贊訂閱我們的頻道 打開小鈴鐺 這樣就不會錯過每天的最新消息 來看詳細內容 美國軍方將在印太部署標準6防空導彈 和戰斧巡弋導彈陸基發射系統 這標誌著美國37年來首次把中程導彈 部署在西太平洋地區 這也是美國在印太地區應對中共導彈威脅 以及朝鮮日益增強的導彈武器措施 根據報導顯示 從韓國首都首爾到大陸的北京 距離大約是953公里 而美國即將部署在亞太的陸基戰斧巡弋導彈的射程 長達1600公里 也就是從韓國全境起算 整個大北京地區都在射程範圍內 再加上戰斧巡弋導彈 具有攜帶核彈頭的能力 美軍的最新部署措施 預計會面臨中共的強烈反彈 美國太平洋陸軍司令福林 在接受韓聯社等媒體訪問時表示 美軍即將在亞太地區部署標準6型防空導彈 及戰斧巡弋導彈 但是具體的時間和地點暫時保密 這是美國軍方首次證實 新型遠程精準火力打擊系統 很快將部署在印太地區 韓聯社報導說 戰斧巡弋導彈的射程大約有1600公里 而新型的標準6型導彈採用了主動雷達導引頭 最大射程有400公里 美軍部署代號為太風的陸基導彈系統 就可以搭載上述的這兩種導彈 福林對朝鮮持續不斷的導彈研發和發射活動感到擔憂 他指出 俄羅斯正在戰場上使用和幫助測試朝鮮導彈系統 朝鮮可以藉此在使用武器程式、技術、維修等方面 獲取新的經驗 而早在去年的11月份 福林就強調說 2024年將在亞太地區部署新的 中程陸基導彈 這是阻止中共侵犯台灣的手段之一 他當時還表示 美方已經在測試這些導彈了 還指出 中共快速發展的軍事力量 正在危險的軌道上 有分析認為 美軍在印太地區部署陸基中程導彈 在這個區域建立冷戰結束之後 首批陸基中程導彈儲備 是美國政府威懾中共戰略的新進展 在1987年 美蘇勢簽署了中導條約 禁止兩國擁有射程在500到5500公里之間的 陸基中程彈道導彈和巡航導彈 中共趁機建立起了世界上最大的 中程導彈的武器庫 並把沒有經過實戰檢驗的東風系列導彈 吹噓為東風快遞 2019年8月2日 美國正式退出中導條約 美國陸軍和海軍的陸戰隊 一直在全面研發新型的中程導彈 如果美軍在亞太部署中程導彈 亞太軍事態勢將發生根本性的變化 軍事觀察人士披露 中共的王牌軍、火箭軍已經原形庇錄 實實在在地暴露出了它的虛假作戰能力 分析人士沈舟表示 中共空軍頻繁地進行空戰近距離纏鬥訓練 其實這是二戰模式 早已經落伍 各國的空軍並沒有放棄近距離纏鬥訓練科目 以備不時之需 但是現代戰鬥機更強調的是超視距作戰 比誰更早地能發現對方 更早地發射空對空導彈攻擊 通常還有預警機的協助 能觀測得更遠 而中共的訓練已經嚴重落伍 另外 共軍在遭遇到美國和日本的戰鬥機之後 不敢再吹噓 美軍透露 F-35戰鬥機曾在東海和中共的殲-20照面 還發現了中共的預警機 中共飛行員的描述更像是近距離觀察之後的結果 沒有透露什麼時候才發現對方的 中共如果在台海開戰 東海空域是必爭之地 中共飛行員遭遇外國軍機之後明顯是信心不足 不敢說大話了 沈州還指出 中共空軍頻繁的演練低空轟炸 在今年1月份中部戰區空軍某團的飛行訓練時 機組表示 開展遠程模擬打擊訓練 卻遭到了電磁干擾 沈州指出 中共號稱的遠程模擬打擊訓練更像是近程 否則怎麼會在遠程就遭電磁干擾 中共的訓練表明 要麼空對地導彈的有效射程 並沒有號稱的那麼遠 要麼中共的戰機缺乏遠距離鎖定目標和導引的能力 所以只能飛得更近才能實施打擊 沈州說 中共的空軍躍躍欲試的要對戰美軍和聯軍 實際上連虛假作戰能力都沒有 目前美國、英國和澳洲正在接納新成員加入AUX聯盟 這個新成員就是日本 聯盟擴援將會加強針對中共的安全聯盟的力量 AUX第二支柱涉及在量子計算、海底、高超音速、人工智慧 和網絡技術等方面的合作 隨著日本增加防務開支 它正在加大對開發高超音速武器的投入 日本海上自衛隊的大型護衛艦 加賀號航空母艦化的第一階段改造工程已經完工 甲板已經改良為可以供F-35B逆蹤戰鬥機起降 已經達到了實質的航空母艦化 美、英、澳、日的這些舉動都令中共非常的不安 據美國官員表示 中共長期以來一直是不配合美國把中國的非法移民遣送回國的行動 近兩年隨著非法越境美國邊境的中國移民的人數的激增 這種情況變得特別嚴重 但是美國國土安全部長馬約卡斯日前告訴NBC新聞說 中共拒絕接受遣返的態度可能正在改變 馬約卡斯說 美方一直在與中共當局交涉 讓他們實際接收那些美方認定為沒有資格留在美國的人 今年2月份 他在維也納會見了中共公安部部長王小洪時也提出了這個問題 希望這些討論能改變目前的狀況 他說 目前的情況仍處於觀望的狀態 但雙方正在合作 這是一個過程 在舉行會談之際 非法跨越美墨邊境的中國公民的人數在激增 海關和邊境保護局在2023財年 記錄到了超過24,000起這類的非法越境事件 而前一年只有2,000多起 增長了11倍多 在12月份 美國南部邊境的非法越境人數更是創下了歷史新高 有人指出 中國非法移民裡有不少是真正的政治難民 但也藏有大量的中共特務 美國國土安全委員會就披露 在大量湧入美國邊境的非法中國移民當中 可能混入了中共的間諜和中共的軍方人士 2月18日 馬約卡斯和王毅在維也納也舉行了會晤 NBC新聞首次報導了兩國安全會談 可能就締結出境問題達成協議 中共駐華盛頓大使館發言人在一份聲明中宣稱 中共配合遣返非法移民的努力 說非法移民是一個國際問題 需要相關的國家合作共同解決 還自誇與一些國家在遣返非法移民問題上 有著良好的合作 願意繼續加強在這方面的合作 但阿波羅網評論員王篤然認為 中共言而無信 這只是一種談判的姿態 這麼多年來 中共從來沒有大量的接受過 美國遣返的非法移民 網友指出 先核實才是重點 就是中共說到底 還是不太可能破紀錄的接受被遣返的非法移民 在4月8日江西南昌發生了一起重大車禍 一輛公交車衝撞行人 造成至少三人遇難 七人受傷 當地的民眾表示 現場太慘烈了 難以形容 根據視頻可以看到 一輛公交車的右側撞上了碟山路 農茂市場附近的一棵樹 公交車的前面的擋風玻璃已經破裂 有乘客從窗戶爬下車 目擊者在視頻中表示 公交車一路撞倒行人和電動車 還好司機沒有一直往前開 撞向了電線桿 事發地附近已經圍起了警戒線 當地的居民表示 現場好恐怖 公交車太重了 碾壓到的人都很慘 還有的人說 我在現場看到了 有心理陰影了 目擊者向媒體表示 事發地點距離當地的一個公交站只有20多米 車輛似乎是剛從公交車站出來 有乘客從車上跳下來 車底下躺著一個人 對面的馬路上壓了一個人 還有兩個躺在地上喊救命的 根據南昌公安發布的通報顯示 中午11點42分 公交車由東向西 先後與多名行人碰撞 三人當場喪生 七人受傷送醫 通報中還提到了事故的原因說 51歲的駕駛員李某 駕駛車輛行至碟山路勝利路口時 突發心臟不適 失去了意識 網民哀嘆說 現場一片血肉模糊 真是非來橫貨 中共黨魁習近平身邊的紅人蔡奇 最近再接管了一個全黨黨紀學習運動 並強調在執行時要防止低級紅和高級黑 而低級紅和高級黑是指對中共當局明包按扁 指桑罵懷的方式 分析認為 這說明當局非常心虛 也清楚下邊的官員本身對這類政治洗腦的抵觸 中共喉舌新華社在7日報導說 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通知 宣布今年4到7月在全黨搞所謂的黨紀學習教育 還要求要入腦入心 通知還特別要求中共各級機構在執行時 要防止低級紅和高級黑 2022年9月中共浙江省委宣傳部曾發文說 高級黑是一種居心頗測 用心險惡的行為 低級紅會發展為高級紅 又說兩者對中共的形象構成嚴重的殺傷和破壞 文章還列出了低級紅高級黑的六種形式 包括無腦吹捧 用力過猛 弄巧成拙 明包屎扁 暗含譏諷的軟刀子 寒沙攝影 還有指桑罵懷的放冷箭等等 時事評論員李林一對大紀元表示 蔡奇去年操盤中共學習習思想這類洗腦內容屬於尋利 過去劉雲山和王滬寧都主導過類似的主題教育 只是蔡奇更狠 學了之後還要黨員們入腦入心入魂 今年又要學黨記 這就不單是洗腦了 而是帶有恐嚇性的清洗運動 那些被認為學不好的官員 直接會官職不保 至於蔡奇強調的在宣傳上要防止低級紅高級黑 李林一表示 這說明中共當局自己也心虛 知道下邊的人並不願意接受這一套 有人經常會藉機的變著方法的諷刺當局 大紀元的專欄作家周曉輝撰文表示 中共黨魁已經在二十大上確立了一人獨大 習依舊是採取如此強勢的行動洗腦官員 說明他仍然擔憂黨內二新不忠誠的官員大有人在 兩面人依舊不少 獲得巨大權力的習內心還是非常不安的 中共對蔣機巨頭海能達在2012年6月 向深圳的中院提起訴訟 挑戰美國企業摩托羅拉 企圖在中共法院獲得它的產品沒有侵犯 摩托羅拉商業機密和版權的判定 然而美國法院在2024年3月25日表示 要求海能達停止在中國境內的所有法律行動 並在29日要求他撤銷訴訟 面對海能達的無視 美國伊利諾伊州的聯邦地區法院在4月2日 對海能達發布了藐視法庭的裁定 並下達了全球禁售海能達的無線電產品的命令 同時規定 海能達每天需要支付100萬美元的罰款 直到他完全遵守法庭的禁令 自2017年3月以來 海能達與摩托羅拉之間 因為專利 商業機密和版權等問題 引發的訴訟糾紛已經延續了7年 摩托羅拉指控海能達通過前員工 下載公司的機密文件 在數位無線對講機技術領域對他構成了競爭 隨後 摩托羅拉在美國 德國 澳洲等國家 對海能達發起了系列訴訟 2020年2月 經過陪審團的裁定 海能達需要向摩托羅拉支付7.6億美元的賠償金 到了2021年 美國法院將賠償金額調整為5.44億美元 並要求海能達額外支付5,110萬美元的利息 和3,420萬美元的律師費等費用 聯邦地區法院在裁定中還指出 海能達在2022年6月 向深圳中院對摩托羅拉提起了訴訟 企圖證明他的產品沒有侵犯摩托羅拉的商業機密和版權 是導致美國法院在2024年3月下達指令的直接原因 海能達和他的所有關聯企業 還有分銷商都被要求立即在全球範圍內 停止銷售他的無線電產品 並在3天內向所有相關方 包括潛在的客戶通報這項禁令 同時還要求在公司官網的首頁上 也要公布這項禁令 海能達官方網站不得已公布了聲明 按照美國法院的指令 直到另行通知之前 海能達在全球範圍內禁止銷售任何包含對講機技術的產品 除此之外 海能達還需要每天向法院支付100萬美元的罰款 直到完全遵守法院的禁令 這期的環球看點就到這裡了 歡迎就今天的新聞話題在視頻的下方留言 和我們分享您的觀點 請別忘記幫助我們點贊訂閱還有轉發 感謝您的支持與收看 下次節目再見 好的 我們在報告 我們會要說 你們也請教導 我們會請輕描述 我們可以嘗嘗 按照我的評論 推出 每時候 你們都不如